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茨 星期三接受电视采访 试图平息众怒 星期日一名乘客被强行的 拖下美联航班机 引起了民愤 穆诺茨誓言这类事件 绝不会再次发生 有关详情我们请许湘云 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湘云 好的 评章 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 穆诺茨在接受美国国公司 新闻节目采访时 态度与之前相比 显得谦卑了许多 他不断向被拖下飞机的乘客道歉 并保证不会再动用安全人员赶走乘客 穆诺茨的语调 与他之前的一些表态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很多批评人士说 他之前的表态像是走过场 甚至说那名乘客态度敌对 并干扰秩序 穆诺茨的那番表态 加剧了因为星期日 拖拽乘客下飞机所引起的争议 那天 从芝加哥奥哈拉机场 起飞得一架美联航班机超售了 乘客大胃逃 脸上流着血 被警察拽下飞机 机上乘客用手机拍下视频 视频迅速地在网上传开 引起群情激愤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湘芸在新闻中心的报道